大家好,爱吃瓜的瓜妹又和大家见面了 Blackpink又破吉尼斯记录了,称流媒体播放最高女团 得知这个消息,你们开心吗? 别看Blackpink成员年纪不大,最大的也是1995年出生的 可是他们坐拥19项世界记录厉不厉害? 说起Blackpink,如今的确是亚洲顶流 在国际上也数得上 3月8日,吉尼斯官方认证了Blackpink成为Spotify史上 流媒体播放量最高的女团 这个成绩可来之不易 唯一拥有百万销量加百万收听女团 油管订阅量全球艺人第一 韩国史上单个巡演主题动员人数最多 上座率最高,票房最高女团 Blackpink获得了第六项吉尼斯世界记录 成为YouTube上订阅人数最多的乐团 现如今更是拥有超过8000万订阅者 YouTube的订阅人数并不是单纯对内容好奇或一次性观看 而是忠诚度极高的粉丝们持续关心和喜爱的证明 所以Blackpink可以称得上是火边全球 甚至是世界第一女团 虽然是韩国女团出身 和大多数女团走青春路线不一样 她们大胆的创新 采用了外籍人士与非韩国本土长大的成员 利用文化的碰撞产生了全新的KPOP感觉 打开了世界的市场 她们有着多语言多文化的背景 以及鲜明的个人特色 团队精准的国际化定位策略等多种因素 促成了她们成功进军国际领域 这使得她们的成功不可复制 可以说是迎合当下这个时代审美和市场需求的必然 结果 以BP时至今日的影响力 她们创造任何神话 似乎都不足为奇 她们就是时下最火的明星 需要担心的是 未来还有谁能打破她们创下的记录 原来时尚杂志 奢侈品牌等 最喜欢欧美模特或是欧美大牌明星 亚洲人能获得的资源少之又少 但这几年不难发现 蓝穴大牌也很喜欢韩国演员或IDOL 总体来说 BP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赢家 终于明白为什么韩国娱乐公司 那么希望旗下一人闯荡欧美 因为他们手上掌握着很多亚洲没有的资源 除了拍摄各大难上的杂志 他们的时尚资源也令人惊叹 BP在国际上活起来其实也是意外 纵使一开始公司有意打造 但闯美拜北的比比皆是 也许只有BTS是成功的 BP的转折点是2018年 这一年6月发行的D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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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他们自2016年出道以来最大的爆取 2018年11月 Y&I的个人solo曲solo 再次引爆国际市场 同时Janny被称为人间香奈儿 和香奈儿紧密捆绑 特别是机场 接拍时尚中 出现大量香奈儿服饰 配饰 她是首先冲破韩国市场 被其他国家热烈喜欢的成员 接下来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在韩国这个时尚团地 Blackpink成了时尚资源最好的女团 同时Blackpink也是YG全公司上下唯一一个女团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尽管作为爆火的唯一女团 Blackpink的回归频率并不高 基本上平均下来依旧是一年一回归 尽管每次歌曲都很受粉丝以及路人喜爱 但奈何公司资源不充足 在回归频率不高的情况下 连曝光手段都很少 粉丝更是因为迟迟看不到 在萤幕前活跃的偶像而苦不堪言 Blackpink在中断近两年后 于2022年全团复出 他们的全球影响力是压倒性的 继8月发行前单曲Pink Venom之后 Blackpink凭借他们的第二张完整专辑 BORN PINK和主打歌Shutdown成功地 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地位 在韩国音乐界 由过去一到二年出道的怪兽新秀 组成的第四代女团一直活跃在前列 但Blackpink已经将全球流行市场 作为韩国以外的主要舞台 Blackpink是第一个同时 称把英国和美国排行榜的K-pop女子组合 也是第一位在Spotify每周流媒体排行榜上 名列前茅的K-pop组合 以压倒性的优势将他们的女孩力量 展示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Blackpink的音乐本身也获得了好评 BORN PINK在公告排年中 2022年50张最佳专辑中排名第42位 在《鬼石》杂志的年度100大最佳专辑中排名第25位 Blackpink也是世界上第一个 被时代杂志评选为2022年度艺人的女团 Blackpink在8月以预发行单曲Pink Venom Pink Venom是一首嘻哈类型歌曲 展现了Blackpink独特的魅力 即使在所谓的女团大战中 Blackpink的Pink Venom也直接登上了音乐排行榜的榜首 Pink Venom将韩国传统乐器的声音 与激烈的节拍融为一体 最重要的是尖锐的说唱和朗朗伤口 有力的人声 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每个Blackpink成员的魅力 优美的和声在这首歌中得到了表达 应得了国内乐迷和海外乐迷的热烈反响 这首歌在全球多个国家地区的Etoons上达到了74 包括美国和英国 MV在发布后 月29小时内的观看次数超过了1亿 特别是这首歌在发行的第一周 就登上了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第22位 9月发行第二张完整专辑BORNPINK BORNPINK实体专辑在预购期间 有超过200万的预购 Blackpink在短短一天班的时间内 售出了2141281张 包括出口到北美和欧洲的BORNPINK 凭借这一成果 Blackpink成为第一个双百万销量的K-pop女团 首周销量也突破了15429950张 基于Hentile排行榜 创下了K-pop女子团体的新纪录 在全球市场上 Blackpink也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业绩 BORNPINK在美国的销量约为10万2000张 并于10月1日登上公告牌主专辑 排行榜Billboard200榜首 输写了K-pop女艺人的新历史 这是韩国女艺人的首张唱片 同时这也是Blackpink的最高纪录 打破了他们在2020年10月发行的 第一张完整专辑的Album 创下的公告牌200强第二名的记录 最重要的是 Blackpink在公告牌200强中的第一名 在审视整个音乐市场时也有意义 超越了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高点 Blackpink成为继防弹少年团 Superm和Stray Pierce之后 第四位实现这一目标的韩国组合 但对于一个女团来说 这是自2008年4月5日 美国女子组合Danny Kane 以来约14年05个月以来的第一位No.Yo 下面就来对四位可爱的女孩一一介绍 金智秀1995年1月3日出生于韩国首尔 性格沉稳 甜声的演员脸 听说是从演员队里选出来做偶像的 在Blackpink组合中是门面和领场 长相很讨人喜欢 平时也是在队里担任大姐姐 很照顾其他三无限 先是登上了Vogue法国版封面 成为韩国登上此版面的第一位女星 还是个人担风 受Dial邀请 前往米兰出席时装周 从机场出发的私服 到秀场身着的自群 再到成为唯一一位从出汽车起 就被Dial公关总监牵着手走路的明星 这秀的影响力非常巨大 在他露面的任何地方 他的待遇都是独一舞 朴彩映出生于新西兰 是Blackpink组合的主唱和领舞 作为Blackpink的主唱 歌唱实力很顶尖 有技巧有感情 高音部分非常强 舞蹈的个人风格太多了 不论什么舞都能跳成自己的风格 而LSE是四个人中被嘲笑最多的人 大概是觉得他浅发色的造型好看 于是保持了数年 从未恢复过黑发 可塑性不高 还嘲笑他是人气最低的成员 但Rose靠着BP的灵魂欧美桑主唱地位 YSL的摩斯妮身 以及演唱会上努力表演的种种 人气上升非常快 金珍妮是96年出生的韩国人 一个资深的rap channel独宠 游走在时尚顶级流量人物 在一个当了八年练习生后 又出了solo 凭借自己改编的solo火编韩国 詹妮的直角间 rap实力 舞台魅力都是一级棒的 绝对是ace实力真的强 而且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被吸引过去 然后舞台下反转魅力也很大 LISA是一个泰国人 担任Blackpink组合里的竹林舞和rapper 厚厚的刘海是她的标志性特征 获得了TC Candler亚太百大最美面孔第一位 也最受内地追星族的青睐 担任过中国综艺青春有你第三季的舞蹈导师 和中国的联系最紧密 最突出的部分也就是舞蹈方面 很有力量感 节奏连贯 很具有观赏性 作为KPOP舞蹈最好的女爱豆 无论演唱会舞蹈秀 还是个人舞蹈频道 LISA的个人魅力展现的淋漓尽致 后被Celine选为代言人 更有玩笑称 LISA凭一己之力拯救了Celine 同时还是宝格力的代言人 据说现在她是人气最高的成员 Blackpink不仅在流行史上掀起了一页 也掀起了世界女团史上的新浪潮 时代周刊表示 Blackpink将继续发挥 其引领潮流偶像的作用 不仅在音乐领域 而且还在美容 时尚和其他行业 用公司继续发挥